在云林有个专门说故事的地方 叫做云林故事馆 它让大家透过这里认识云林 甚至台湾 外线市的朋友只要50元就可以入场 云林人不用费用 我们这个走独云林 因为我们在收集我们云林在地树人的故事 他们就带着自己的故事 然后来我们这边上延续的课程 像这个地图上每一个脚踏车 都是我们出版的一个故事 故事馆除了每年出版社区故事绘本外 也会针对地方特色产业创作绘本 还经常举办各种不同领域的 专业人士故事分享活动 65岁才开始创作的国民阿嬷谢钊智 将早期台湾长明生活以绘本故事方式呈现 创作了《钊智阿嬷顾讲话》这本书 虽然阿嬷已经过世了 但是精彩的故事内容 透过云林故事人协会作为桥梁 让大家能穿越到台湾早期 赵智阿嬷她是一位应该是说六十几岁 快七十才开始画画的一个老人家 然后她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爱 她说她要用一支笔来记录 她生活过的这个台湾的情形 要送给下一代的我们 那这份礼物呢 如果没有把它出版就送不出去 那就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本书来告诉我们 可能很少在课本上 或者是听掌上本去说的台湾过去的样貌 那我不是觉得我们的文化是需要透过这个 她画的图她所说的这一些的故事 然后呢我们来讲给这一代的老人家们听 可以让他们勾起其实很多的共同的记忆以外 很重要的是我们说给她亲的同事 她也感受我们对她的关爱 那么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们 或者是再年轻一点她孙子辈的呢 都可以三代 透过故事这条看不见的线可以串越起来 那我未来是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台湾大家 可以就是有共同记忆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开始 因此我就鼓励大家 如果你买十本赵字阿嬷的书 我呢就可以去分享一场这样的故事 就我讲完了 我们也开始这样的一个行程 在未来我也期待我们可以台湾走透透 现在在玉山基金会的赞助下 云林故事人协会将这份属于台湾早年的 长明记忆做成礼物送给下一代 只要买《招之阿嬷顾讲话》十本绘本故事书 就可以邀请唐立芳老师去讲一场这本书的故事哦 欢迎大家订购预约 生活看正生 CS生活 我们下次见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